HELLO 大家好 我是汗萌萌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2年12月13日 來玩這款超賽神機鬥 這是一款七龍珠題材的卡牌養成放置RPG戰鬥 里巴馬VIP5個6 VIP5個7 VIP5個9 每週五里巴馬可自官方APP查詢 天下第一的VIP5吉祥打響 蘇石戰鬥大戰一觸即發 完美陣容開啟冒險新篇章 最強宇宙人熱血來襲 英雄招母組建最強的宇宙戰隊 本作的沒意外是 款非正版授權遊戲 開場的戰鬥系統也是為七龍都超 宇宙強者們的對決 玩法杖則是全自動回合制對戰 目擊值滿後會施放必殺技 人物的立位頗為精緻 應該是有重新製作過 沒有東拼西湊的感覺 故事劇情從悟空小時候開始 截取了TV動畫的片段 算是可以勾起小時候看七龍都的回憶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幻滅與體驗 OK來吧 超賽神機鬥 給他解他說一下 Google Facebook帳號 帳號是要自己註冊嗎 我來用Google登錄算了 等我一下 好大聲 一看就知道是 非正版授權嗎 就七龍豬啊 喜歡七龍豬的人應該都會看到這種遊戲吧 好這邊有Facebook 我之後再來找找看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兌換碼VIP5個6 5個7 5個9 關注FB的話 禮拜五會發送兌換碼 他的音樂應該是有改編過啦 就不是七龍豬的音樂 他把它改的比較電子音 好12宇宙 七龍豬後面就平行宇宙 每個宇宙都有強者來對打嘛 地球 我們這個 我們是地極宇宙啊 聲音有點破 好那 揮合制 這些劇情都是 接續七龍豬之後的啦 我都沒有看 反正那個誰 伏利札還是代表我們地球出戰啦 你看這一隻 所以這些應該是比較 比較 比較近代的七龍豬了 這幾年的七龍豬了吧 我的七龍豬還停留在小時候吧 就賽魯那一段 就那個後來那個 鳥善靈不畫了 的那一段 畫到那邊 之後大部分都不是 不是他畫的啦 應該都只是 別人代筆畫的 劇情平台看過這樣 可能是這樣 反正鳥善靈的畫風那麼好模仿對不對 小時候大家都會畫啊 畫一下悟空一下 他的眼球一開始都很小 都一點而已 小時候 這個悟空的那個配音點好像已經八十歲了 七八十歲了 我來看一下他幾歲 悟空嗎 悟 風 等我一下 好 野澤雅子 86歲了 我就記得他八十幾歲了 幾年前的時候還說他七十幾歲我已經嚇到 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就祖孫三代都他配的 悟空啊 悟飯啊 還有那個 悟天什麼 可能都他配的吧 他幾歲開始配孫悟空啊 他幾歲開始配孫悟空啊 我來看 1986年喔 1986年 應該蠻多人還沒出生了吧 1986年 這個我先跳過好了啦 因為那個 可能會抓到動畫的那個 畫面然後就會有版權 我不知道我剛剛那個會不會看太多然後就有版權 因為我剛剛都在 看資料 結果是從小時候開始演了 齁 這都是小時候的那個動畫啊 四星龍珠嘛 爺爺是孫悟飯 這個音樂 很尷尬有版權 充滿了版權 他真的用的很大膽喔 這都是以前的動畫 然後布瑪 好戰鬥喔 喔喔喔喔喔喔這個布瑪我改變過喔 他們兩個應該沒打架吧 印象中他們兩個沒打 只記得那個悟空不知道什麼是女生吧 然後就摸他下體啊 說 他怎麼沒有長尾巴 那他抓了那個魚啊 喔對就帶斷了就帶斷了 那他抓了那個魚啊 然後布瑪就發現了四星四星龍珠 馬上要被狐悠了 好 算是一種劇情回憶吧 但是 很快就回憶完 好找我們木英雄 這個遊戲 搞不好有改過名字喔因為 大家應該知道吧 超賽神機鬥 搞不好之前人家超賽神機戰 反正這種青龍珠遊戲有時候會偷偷趕快改名字 然後都用那種搶先體驗中啊 沒有正式發布啊 然後你也不能留言啊 幹嘛的 這遊戲也不能評分啊 你在Play 3天找到他是不能評分的 也不能留言 因為他可能就是顯示搶先體驗中之類的 好我覺得他的那個音樂可能有點改編啦所以 Play 3天那個YouTuber等一下上傳不知道會不會抓到 反正就不要讓他聽太久 然後這個海龜他送我們去找龜仙人 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是 龍宮的故事嘛 其實七龍珠一開始就是 西遊記啊 西遊記嘛然後西天取經把他找成找 改成找龍珠然後布馬就有點像唐森吧 然後之後我豬八戒啊 然後霧鏡可能是一隻貓吧 藍色的貓是不是 改編過了啦他後來長大就整個 單純就是格鬥 你怎麼亂錄 直接在亂錄亂錄那個貝吉塔 龜仙人 好龜仙人 好龜仙人 我們大概玩個15分鐘吧 英雄碎片就是你要招募嘛 SR龜仙人 好上一隻 GOGOGO 有沒有他其實雖然是那個主旋律但是他有參雜一些其他的音樂 但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中獎 好全自動回合制 沒有回合制 對回合制然後 加倍 然後上buff 就是有他們的buff 上面鎖起來不知道是什麼 組成修行冒險 我們現在在冒險他就用 推關卡制的一隻一隻的一隻三這樣子 然後我的ID還沒有還沒有改 超神悟空會加入我們 這麼厲害 牽到就對了 沒有一隻八的話超神悟空會加入我們 拉木刺魚 好這剛剛那個貝吉塔超殺 高暴擊吸血 好這個七龍珠玩起來 當然是很換皮啊 有別的遊戲的玩法是長這樣 他就把別的遊戲的那個皮膚整個換過去 換成七龍珠的皮膚 但是你玩不到七龍珠正版手遊啊 有啦還是有幾款 弄彈珠系列的對不對 我沒有玩 我沒有玩就玩一下下而已 以前沒有介紹過 可能有介紹 一次而已但是我沒有後續我沒有玩 因為那算是老油 近期沒有什麼七龍珠 正版授權遊戲啊 就這兩三年沒有啊 只有一開始那個 彈珠遊戲吧 就Jump系列的那個彈珠遊戲 然後裡面有七龍珠的角色這樣 有各個Jump漫畫人物的一些角色 英雄氣泡啦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英雄氣泡 算是正版的嘛 但是他們不會把那個他們自己IP搞爛啦 就做成這種遊戲 他覺得這種遊戲 就沒創意是不是 沒創新啦 沒創新 好我們每個人都武空術喔 莫名其妙每個人都武空 就是可以飛在半空中有沒有 沒有接觸地板呢 感覺都漂浮的 也太隨便了 啟動進度 一星龍珠這個字體沒有優化好 找不到這個繁體字的龍 因為這一定是減裝版改的啊 好 他一直給我唱歌啦 我待會來靜音一下好了 一直給我背景音樂 反正待會有的話我就 重製啦 重錄一下 把音樂靜音嘛 好樂評出來了 他這邊叫雅姆啦 反正就翻譯問題嘛 狼牙瘋瘋瘋拳 呃也是號色系列的 花花公子系列的 以前喜歡布瑪 然後最後就被甩 布瑪就跟貝基塔在一起 是不是 待會我們守衛看看吧 那我先 靜音一下 因為那個BGM實在是 太耳熟啦 七龍珠的BGM 有沒有他喜歡那個 也不是喜歡看到女生就會害羞一開始 他的設定是這樣 好我們回來看一下 我這邊先 經營一下 好我經營一下喔 然後 我找一下設定 怎麼還有看任務啊 還沒有自由嗎 基礎設定 基礎設定 我把音樂關掉 好先先這樣 留下音效就好了 好那 好那我剛剛測試一下音樂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又把音樂開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花點時間來看一下首頁的東西吧 好我們回來組成 好 研究中喔開了是不是 我剛好自己又打了一場啦 再玩個三分鐘吧再玩個三分鐘 這邊就是要去 重置是不是 重置然後訪還資源吧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 8天簽到 第8天自選一位英雄 好 他的音樂有改編過啦就是 氣候珠的音樂然後把它去 變奏一下 所以 不認定他是 版權音樂吧 好哈姆 這個看你是要當女生還是男生啊 然後這個形象可以改變我已經換成布馬 可以換 就是看板娘 因為我剛剛有 看了一下 怎麼弄 看你要換什麼 我現在也就這幾隻啊 這四隻是送的嗎 好新香沒有福利那 這邊是排行榜 這個是一些成就吧 徽章是不是 然後聊天室的話還是有一些人啊 還是有一些人的 背包 英雄 這邊是他的屬性啊 還有那個 類型吧 攻防啊 類型還有補血 然後圖鑑的話 就是這些嘛 SSR 然後往上拉 有那個 更猛的 UR 黑悟空應該是壞的啦 別的宇宙 黑魔物的 黑魔物的 雖然我沒看但是也知道 超悟空 悟空超藍 超四 一堆版本 好 這邊是UR UR就是彩色的冰框嘛 然後SSR是 SR還有 西遊 好這邊是SSR 不太一樣的顏色啦 極西遊 好 SR是西遊 好我現在是SR西遊 然後在R普通的 這個植物人 栽培人 用種子種出來的 好可愛喔 這都是納梅克星的這幾隻 會變身啦 上坡 多多利亞 這幾隻都被幹掉啦 都被達爾幹掉啦 都被那個貝吉塔 淘白白 OK淘白白 他怎麼沒有變成改造人淘白白 因為被悟空幹掉了嘛 好商店 我剛好去他們臉書看啦 臉書我會把它貼上去 那 對換碼的話就VIP777 6667799吧 我們隨便輸入一組 好這邊有 然後666吧 然後999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888欸 搞不好你來試試看有888也不一定 我來試試看888 試試看囉 沒有沒有啦 999有啦 好999 OK 好 那就先這樣吧 抽卡養成 放置 掛機 推進關卡冒險玩法 好然後 修行 就是一些副本 經驗值副本吧 就是你去提升角色的一些素材吧 又來這邊 冒險修行組成經濟場 這可能是工會吧 這邊還沒有開到時候才知道 那想完了就來吧 背正版授權 七龍珠 恩還算完整吧 整個 8日簽到啊 手出啊 好 這邊有一些東西呀 都是要花錢的 不想花就 不要花 好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HAMO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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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